那么主要是对于那些 比如说经常会腰酸背痛 或者关节疼痛的人呢 就比较适合 比如像我们 像到了中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开始觉得 就是我有真身性的关节炎啊 经常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 会觉得关节的这个 就是不灵活 这一类人比较适用 还有一些像老年人 他有这个骨子疏松 经常会觉得全身的骨痛啊 或者觉得腰痛啊 弯不下去啊 这一类呢 其实经常的用这种腰扇呢 会有帮助 那第二款呢 第二款呢 主要是体现在一个 意气补肾 就是我们所谓讲的一个 平补的一个角度去实现的 身虚糯米三药粥 身虚是人身吗 身虚是红身 红身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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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什么会使用红身的虚呢 就是红身的虚呢 它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平性的 红身是偏温的 但红身虚是比较平性的 再一个红身虚跟红身比起来呢 它是价格是比较便宜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它再一个叫红身虚 因为它含这种木质比较少 它容易做粥的时候呢 它容易就煮得很烂 所以呢我们就选用这个 红身虚加糯米和山药 来 它的这个材料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用五克的红身虚 然后加上这个糯米 大概就是根据你的人的食 就分量 一般我们用100克到200克的糯米 再加100克的这种淮山 淮山切 切犀利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加入这个水进去熬之后 快到熬熟的时候 可以放15克的构机籽 和就是30克左右的葡萄干 然后熬熟之后呢 就可以来饮用了 红身虚呢 它是起一个补气的作用 然后这个淮山呢 可能大家平时比较熟悉 它一个健脾去世的一个作用 但其实淮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益胜固精 再加上我们的狗鸡籽呢 它其实一个是滋养肝肾 可以弥目填金的一个药物 然后配合糯米 它是一个养胃的 糯米它是一个养胃的一个方 那么葡萄干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葡萄干 其实也是有不胜填金的作用的 毛教授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方间会说 可能吃糯米 就是肠胃不大好的 就难消化一点 那现在吃这个糯米 反而说会对肠胃好吗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糯米呢 它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有养胃 就是它有健脾养胃的一个作用的 但是呢 因为糯米呢 它本身是稍微偏寒凉一点 所以对于那些脾胃 就是虚寒的一些人呢 他可能会觉得吃了以后 会觉得容易觉得复杂 所以这个 如果是对于这一类人呢 就可以把糯米换成大米 或者是小米都可以 OK 那看第三款呢 第三款呢 我们就是一个 苟吉芊是炖这个鱼肚 就是叫鱼飘 鱼飘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发糕 鱼泡啊 鱼泡 就是花椒 或者是鱼肚 那么这一款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专门 倾向于这个圣经不足的这一类人 那么这一类人呢 就是往往会就会觉得 就是说我会觉得头云耳鸣啊 记忆力下 记忆力减退啊 这一类人 那么这个里头呢 我们主要是用苟吉子 芡食 然后加适当的瘦肉 再加这个 加上鱼飘 然后加一点点橙皮 这里加橙皮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鱼飘呢 它是一个 或者鱼肚呢 它是一个就是养阴 比较滋力的一个东西 那么加入橙皮之后呢 就是橙皮它本身可以礼器 可以就是见味消食 那么加入适当的橙皮以后呢 就会使 就是说这个制约它的这个 鱼肚的这个滋力之性 就是使人更能够接受它 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做法也很简单 就是我把这个鱼飘 水发胀了以后呢 就把它就是温水来煮 煮了以后呢 可以加适当的这个 瘦肉进去调味 然后加入这个 构机籽芊食 加适当的成品 煮熟之后呢 就可以服用了 那么这里头芊食呢 其实大家也是平常 经常用的一些药物 大家可能也是觉得 芊食是一个健体的药 但其实芊食呢 也是一个 益胜固精的一个药物 所以对于那些 平常腰酸啊 或者记忆力减退 头晕耳鸣 甚至有些人说 我咽尿很贫的这一类 其实用到芊食 会很好 所以这款粥 就是对于这种 圣经不足的人 是特别好的一个 就是秋季的养生的方法 道中牛塞扇骨汤 适合经常腰腿疼痛的 中脑年人 深酥糯米山药粥 适合经常头晕耳鸣 腰湿无力的人 有几次实如肚煲 适合夜尿频化 健忘的人群 大家注意 这些汤 每个星期煮两三次就行了 千万不要天天喝 然后进入健康知识 考考你的环节 肾虚有哪些表现呢 A. 腰酸 B. 怕冻 C. 耳鸣 D. 变肥 E. 性冷淡 我觉得耳酸肯定是 如果神虚怕冷也是 耳鸣应该不关事 变肥也不关事 那我就选择A B E 我觉得耳鸣也是 因为我有试过耳鸣 然后人家说 我都说你把你的症状 都说出来就是 我说你知道 公金社会的人 主要问到你身体有哪部分不妥 第一想到就是神虚 很奇怪 是否应该多加一样 可不可以加多EF 尿频尿急那些 都是神虚 我猜不可以表现 麦莉呢 我觉得应该全部都选择 身体某个气壮有问题 都会引起肥 那我想问一下毛教授 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里头除了就是变肥 不是这个神虚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以外 其他其实都是 中医讲的就是 腰是肾的外腹 它的那个经络是直接跟肾脏相连的 所以腰痛就是肾脏最常 就是肾脆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么怕冷呢就是我们刚刚讲 肾它是一个就是 蕴肠命门之火的一个地方 所以肾脆的时候呢 就是人就会觉得怕冷 肾是开翘于耳的 要用肾脆的 对 肾是开翘于耳的 就是耳是肾的翘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肾脆的时候呢 就是耳鸣会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而且它在各种肾脆 这种肾脆的肾脆 肾脆不足有时候都会出现 性能蛋大家就很清楚了 就是因为肾是主生殖的 哇 它按着嘴子笑 肾脆主生殖的 为什麽你生得这麽开心呢 肾脆的时候呢 往往会表现一个 灭尿生殖系统的一个异常 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 就是说比如说尿皮尿脊 尿皮尿脊其实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尿皮尿脊 都是属于肾脆的 但是肾脆最常见的那个表现 就是液尿瓶 液尿增多 然后再一个就是小便很清肠 就是说小便就是每次都很大量的这种情况 虽然变肥不是 但是也有些朋友说我肾脆不好 所以排水不好 经常一按下去 不知道再弹起身 就是个人是会有些 呈现出浮肿的状态 这个其实是否都是肾脆不好的一种表现 对 那个是水肿 那个不是肥胖了 因为水肿是肾脏最常见的 就是肾脏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因为肾它是在体内齿的一个作用 主要是调节水液代谢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同行之间会说 这个肾其实是人体的水液疏流 就是当我身体缺水的时候呢 它会调节你就是减少能量量 尽量地保持体内的这个水分 但是当你这个就是体内水分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成为一个泄洪渠 就把你多一个水分放出去 但如果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种调节就是水液疏流的作用 就会出现异常 所以很多病人 肾脏病的病人呢 都是以水肿为主要症状 或者而且是为首发症状来看的 腰痛、怕冻、耳明和性冷淡 都是肾虚的主要症状 另外夜尿增多 水肿也是肾脏出现问题的表现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肾防各种肾病的发作 肾病和其他疾病类似 也都和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来看看第二题 以下哪些因素会引发肾病呢 A. 饮尿 B. 无盐饮食 C. 超量服用维生素 D. 血水 E. 过来 除了无盐饮食之外 全部都好像令肾脏很大 无盐饮食应该是好东西 你试试长期无盐 我觉得B也是 全身佛灵我也是 医生经常说 饮食要均衡 营养要均衡 你长期无盐便可以 那不是要清淡 现在人们吃得太咸 清淡等于没有, 适量 先问无教授 日常生活中 究竟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会有发肾病呢 哪些食物可以养肾呢 肾阳虚和肾阴虚 在进步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中医阳神五保 是指编五种中药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千万不要走开 中医阳神五保 中医阳神五保 换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改变 全新极烈风速三突破 三层抗组刀片 有效减少体虚压力 突破三大模式 挑战一刮即净的完美体虚 早上没活力 做什么都很吃力 扭催来多种植物蛋白粉 让你从一早起就状态满格 扭催来八十年品质承诺 哪些因素会引发肾病呢 尿液急得太多之后呢 它会引起往肾脏上面的一些反流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反流性肾病 再一个就是在憋尿的同时 因为它这个尿液在膀胱里 居居时间长以后容易滋生细菌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它这个尿液里头 天气比较热 然后比较浓缩 它含的那种无脊炎那些比较浓缩的话 那么长期的憋尿可能会诱发结石 所以就是说它憋尿的话 对肾脏的损害大概是从这几个角度 那么无盐饮食呢 大家可能会问就是说很多肾脏病人 我们都要求他清淡饮食少盐 那么有的人就说那我就干脆无盐 其实无盐饮食长期就会引起 也会引起肾脏的损伤 我们有一种就叫肾脏病里头 专门有一种叫缺炎性的肾病 它也是这样可以引起肾脏的损伤 其实没有它不行 太多又更加不行 对 因为维生素呢 很多人现在都会服用维生素 维生素其实我们这里主要就是 超量服用维生素C 很多人很喜欢服用大量的维生素C 维生素C之后呢 它会使尿液酸化 尿液酸化之后呢 就会引起很容易导致尿里的一些 无极炎的沉寂或者形成结晶 长期以后呢就会容易形成一些结石 但是现在很多女生为了美 是去打一些大量的维生素C 那是不是很危险 对 其实因为我们在 像我们在医用的情况下 我们维生素的用量大概每天是 就是我们叫0.2一天最多三次 就是每天大概是600毫克的一个用量 最大的剂量 那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就是 市面上市售的这种维生素的 像泡腾片那些 基本上它一粒就是一克 那么就是你在一些 比如说我抵御感冒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状态下 可能你短时间的使用是没有关系的 但如果你长期这样大量的使用维生素呢 其实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平时吃那些水果是大量 含有维生素C 比如什么奇异拱 我一天吃五六只 会不会造成我肾有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是比较主张吃天然的食品当中 就是食品当中我们所能够补充的 所有的就是维生素的成分 它是一种天然的容易吸收的 被人体利用的一个成分 那么经过一些提取之后的话 它整个吸收的这种吸收度 那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最后的那个反而有点疑问 过劳会对神明吗 绝对有了 什么都不行了 过劳 你知道有很多细节吗 是累出来的 它这个过劳 其实它是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就是体力的一个过劳 再一个就是思想的一个过劳 因为我们知道 它其实就是当我们思想的压力很大 就是工作压力也好 工作压力也好 对 然后它一方面会引起我们一个血压的波动 再一个会引起体内一些 就是内分泌的一些紊乱 再一个就是它过度的劳累之后 其实人的机体的抵抗力会下降的 对 而且神经太紧张 它的睡眠 休息 修复必定是不好的 对 它如果说机体抵抗力下降之后 就是反复的出现上市道感染这些 都会往往会容易诱发肾脏疾病 或者是加重肾脏疾病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 引发或者是加重肾脏病的一个因素 饮尿 无盐饮食 缺水 过炉等常见因素 都会有发肾病 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服用维生素来保健 其实如果超量服用维生素C的话 都会引发肾病 太美的女士一定要注意 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 不能超过三片 我们经常说 若保不如食保 哪些食物可以养肾呢 A.黑芝麻 B.枸杞 C.绿荣 D.玛利 E.竹笋 黑芝麻肯定是 是的 枸杞也是 我记得枸杞 枸杞是有保血的 应该是 也应该是保神的 是… 而且刚才之前 主任有一个是用枸杞 吃掉枸杞 我估计枸杞是 绿荣应该是 肯定是 是的 对 现在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 就算你的枸杞 接着竹笋 竹笋 竹笋 竹笋肯定不是 竹笋就是毒 正义来的 可能壮阳 竹笋 对 问题的关键 集中在D.和E.的两个选择 请教授 首先给你解释一下 最后那两个究竟是否 D.和E.其实都不是 你看我又说对了 我可以做中医 D.是枸杞 枸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贝壳类 有花纹的那种 它也是属于中药 但是呢它是一个 滋阴润造和消肿沥水的一个药 它不是一个就是入肾经 或者补肾的药 那么竹笋呢 它其实也是有药用价值的 但是它主要是一个清新除烦 和化痰的一个药物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补肾的 其他三个就都是 如果作为毛教授 作为您专家来角度来说 让您推荐补肾的一些法宝 您会推荐什么给我 在日常的 如果说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呢 就是能够食物当中呢 其实它一些比如说 像黑芝麻 核桃仁 刚才减的芡 十一米 莲子都可以 那么日常作为一些药膳方面 就是我们作为食疗的话呢 我大概我可能就推荐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枸杞子 再一个就是它的杜仲 刚才我也讲过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就是海马 海马 还有一个就是肉虫绒 再有一个就是八戟 因为广东也是出八戟的一个地方 所以八戟也是一个很好的 但这些有没有对应 哪一个是阴哪一个是阳的呢 在这里头呢 其实枸杞子 它就是一个滋养肝肾 它是偏于一个滋阴的 然后益胜甜筋的一个药物 那么这个海马呢 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肾 温肾羊 然后可以有软肩散结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杜仲我们刚刚讲了 主要是一个 其实杜仲它是在这个神农本草精上 它是上品药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益寿延年的一个药物 它的性虽然是稍微有点偏温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性的 所以它对于大多数的这种肾虚腰痛 关节痛的人是适合的 那么肉虫绒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温肾羊 益肾筋的一些药 那么它主要是对于 还有一个它可以一个润肠通便 润肠通便 所以它对于一些老年人的这种便秘 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 泌尿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的 比如我们刚刚刚咽尿瓶啊 吸冷淡 这些人呢是比较适合用这个肉虫绒这一类 那么八截呢 它也是一个就是有一个补肾羊 然后去风湿 去风湿作用的一个药物 所以呢 它也是主要用于一些就肾虚啊 腰痛 然后风湿关节痛的这些人 是比较适合使用的 像我们平时补肾这些药 我们一个星期大概吃的这个量 和那个次数应该是怎样去把握呢 其实我觉得药膳呢 它作为一种这个调理的方法 其实不需要每天来做 那么就是说你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 可以每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那毛教授 那么那么多个五宝来搭配煲湯呢 那么对于阴虚阳虚的人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的 煲药善的方给我们呢 如何配呢 比如说对于这种肾羊虚的人呢 你就可以选用 比如说我肉虫绒 八戟 然后来包一些 比如说包粥 或者是包这个猪骨 或者是包鸡 都可以 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呢 我们可以选 在我们这个食物当中 这个水鱼 它是一个本身很养阴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可以用狗鸡籽 商圣籽 加淮山 来包它这个甲鱼 那么来包汤 或者是我来烧这个甲鱼 跟那个甲鱼吧 配合一些鸡肉 或者是配合一些猪的瘦肉 来进行这个包制它 都可以的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食物 都是怎么样养神 对神好呢 有没有什么食物对神特别伤害的呢 对于圣来说呢 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那个嘉宾也说 咸味是入肾的 但是呢就是过咸是会伤肾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腌制的食物 还有就是它这个过咸的食物 其实对肾都是不好的 其实腌制是不是只是指 用盐来腌制用醋的 就不算是腌制的食物 泡菜不算吧 它主要是咸味过多的食物 对就是其实我们讲的 腌制食品的 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 那的过多 就是那盐的过多 就是放盐的才算 对 如果是用醋泡的 还是可以吃的 触泡的话就是说 你不是很胃很重的这种就是 再一个就是我们 其实腌制食品里 可能我们会忽略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些鸡精 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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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其实里头都是含钠比较高的 食物油都有拿破 不是食物油 是酱油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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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酱醋 酱的那些都很熟悉 对就是包含所有的酱 咸味的东西它都会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肾最怕的就是一个含量 因为我们刚才讲 它是孕育生命活种的地方 所以长期的这种含量的食物 也是对肾会有一些影响的 再有一个就是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 有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比如说像羊桃 羊桃因为它里头含有一种神经 就是有一种物质 在肾脏病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把它转化的 排泄出去 它会形成一种神经毒素 哇 羊桃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平时都应该吃少一些羊桃 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所以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 羊桃是不能吃的 哦 所有的高甲食物都不是太适合的 比如说我们大礁 城这一类寒甲很高的 那么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 都不是特别适合 哦 噢 小心 小心了 然后还有一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在广东地区 因为它家族性的高尿酸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广东也是一个节食的高发区 嗯 那么节食的生成 其实它跟那个食物当中的飘灵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所有的含高飘灵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不适合吃 就是这 对这类就是有家族性高尿酸血症的 那高飘灵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说出来大家就觉得 很多是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肉类 豆类 豆制品 老火汤 海鲜 内脏 啤酒 菌类算不算 啤酒 这一类都是比较固的 还有一类就是菇类 对 菇类 菇类的很高飘灵 对 如果这样的话 飘灵很高的时候 是很容易 再加上亚硝酸盐 还死得快点 我们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经常喝隔夜汤 好的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肾状方面的知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秋季养肾 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秋季如果要补肾的话 大补行不行 有些朋友说 如果肾正常大补 肾正常大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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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第一条短片 可白最近经常觉得腰酸背痛 混身乏力 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说他肾正常大补肾 要多注意休息和饮食调理 老婆很担心 到处帮可白打探调理的方法 她看到养生书说 鹿茸、红芯、保肾的效果很好 就去市场买了些回来 煮给可白吃 好, 你喝吧 红芯、鹿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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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体質很热 人家说秋天最适合进补 是热的嘛 现在热是百科的人 你看我们南科 现在还是这么粗热 不能进补的 不怕了 我这么辛苦熬了, 你不喝吧 那我看质不能喝 你… 如果你不喝 你就不要以后在我面前咋咋咋咋 我不看你的 你是不能喝的, 哪有这么惹蚂 请问, 好像可白的一种腎虚 适不适合食鹿茸进补呢 腎虚患者 究竟可不可以在秋季进行大补呢 腎结石患者 可不可以用跳绳来缓解症状呢 日常生活中 如何预防腎结石等疾病呢 除了食疗 中医还有什么补肾的方法呢 按摩补肾应该按哪个月位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大开电眼 美宝莲大开电眼睫毛膏 双刷头 双向放大电眼 大刷头 风影上睫毛 小刷头捕捉下睫毛 大开电眼 精华氧 温水屑 美宝莲睫毛膏 大开电眼 你可能未曾想到 牙银与婴儿般嬌弱 极易生病 受伤 对待牙银 需要细枝入眉康 四皇细子结牙银配护牙刷 4100条超级细毛 由蜜超乎想像 細微深入 潔淨牙银溝 温柔爱摩牙银 牙银健康如初 软如新生婴儿 根源保护牙银健康 细子结牙膏新上市 我们都知道鹿融它是一个大心大热的东西 所以呢它只适合那些就是阳虚特别肾 然后体内特别寒就是寒特别肾的这一类人来补 肾虚的这个补呢 进补呢其实是有讲究的 要看它的这个属于圣阴圣阳 还是圣气圣经的不足 同时呢其实还要关注它其他脏气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人我可能就说会 同时伴有着脾胃的虚弱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是太适合 来就是用一些很聚猛的 我们叫很聚猛的一种补剂 而是要用一些比较平和的一些 进补的一些方法 所以就是像刚才像片中这个 何波这样说它又是觉得热底啊这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它的这个绿绒是不适合的 但就如果对于一般来说就是 比较觉得自己比较容易上火呀 经常口干舌燥啊这一类 或者就是我这个怕冷胃寒这种症状 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人呢 那我们就建议它在平时的食补当中 还是要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肉丑绒啊 或者是像这个生虚啊这一类的东西 来进行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嗯 其实讲到神呢 除了神虚是比较常见的之外 还有一种神病也挺有名的就是结石 对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个老师就是结石病 最终是夺了他的名字 很痛的 对 其实神结石的话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有些朋友说既然结石了 不如跳跳躺下来吧 会不会这样更好一点呢 说也可以 神结石究竟可否用这种方法 来解决问题呢 一起看第二条短片 墨姨最近经常觉得腰隐隐作痛 去医院一检查 医生说她右肾有一粒很小的结石 但是因为结石比较小 没办法进行手术治疗 只可以吃中药慢慢调理 吃了一段时间中药 墨姨觉得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加重的迹象 一位朋友看到她这么辛苦 就劝她多点跳绳 将食仔跳出来就没事了 现在都痛得死死死 还哪有心机去跳 没有 你可以没那么痛的时候跳 一天跳几百下 那粒石就会跳出来 那行不行 我最怕跳着跳着那粒石 不想不落 卡住在那里 尿尿也摸不出不知怎样 就是因为那粒石卡住了 所以你要运动一下 将那粒石跳出来 那让我试一试 对,试一试 请问跳绳可否治疗腎结石呢 有得过圣结石的人都知道 就是有一些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确实会叫他去做一些 就是适当的运动 增加一些运动 包括走楼梯 可能个别的一些年轻人的话 会建议他会去跳绳 那么这个呢 其实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 因为圣结石首先要看它的部位 还有结石一个大小 还有包括结石的一个形状 因为其实结石的种类很多 有一些如果是它的石头比较小 然后又比较光滑的这一类的话呢 而且它是在输尿管里头的话 我们会就是建议它去做一些 适当的运动 那么它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 通过重力的作用 让它这个石头往下走 这种是有的 但是呢如果说对于一些比较大的结石 而且形状又很不好 比如说有的结石就像鹿脚一样的 尖的 尖的 然后它又质地比较硬的话 它在下来的时候 在进入输尿管以后 会把输尿管化伤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太适合做剧烈的运动 但要先拍片去确认 这个石头的形状和位置是吧 对 一个形状 形状大小和位置 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肾结石的话呢 其实应该严格来说 是泌尿道结石 就是它总在 有的是在肾里 有的是在输尿管里 还有一些是在膀胱 那么就是说它肾的结石呢 一般就是说 有一些结石呢 它不活动的时候 是不会疼痛的 也不会有悬尿的 但是一旦它出现 就是剧烈的肾脚痛 或者是它出现肉眼悬尿的情况下 多数这个石头是在活动 那么它在活动的这个过程中 虽然大家会很疼痛 但是它这个排出来的几率也会增加 自从我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神结石病之后呢 我从小到大就听到一句话就是 那你不喝水啊 不喝水就神结石了 所以很想问一下教授 其实神结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圣结石其实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我们的水质 水质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它有一些地方的水质 它是涵盖比较高 涵盖高的水就是硬水 硬水 硬水的区域它是比较容易 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很喜欢吃一些 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补钙 吃一些钙片 过度地使用一些钙的东西 还有这些包括吃一些就是 像菠菜啊这些 它含那些草蒜盐比较多的一些蔬菜 包括豆类豆制品也是 这些呢 它也会就是增加这个结石的一个几率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有一些是尿酸高的人 因为有一部分结石是尿酸结石 尿酸高的人的话 它也会容易出现一个 还有就是有些人就说 长期不喝水 不喝水以后我们刚刚讲了 你所有的这种毒素成分 在肾脏都会得以浓缩 那么尿液过度浓缩的时候呢 它也容易长出现结石 我们有个同时呢 他刚刚去做了一个结石的小手术 把那个石排了出来 但是他说医生跟他说 他们这些是会复发的 会不停地生的 是吗 是 所以我们在临床叫的有些人 我们就叫他是 是结石体质 结石体质的人 那么这里头就是很大一部分 就是高尿酸的人 就是他的结石 长一粒 长出来以后 排出来以后 他还是在恢复发 那很痛苦喔 对 所以得结石的人 就是发作过肾脚痛的人 我有个朋友 他曾经就告诉我一句话 说 对肾结石的感觉 就是四个字 生不如死 就是肾结石真的肾脚痛发作的时候 会很长 肾脚痛的那种痛感 因为我试过 是觉得对的 死去活来 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整个人震 和飙寒 所以如果不幸得到肾结石 毛教授有什么条理的 中医方 对于肾结石的病人来说 一般就是要尽量多喝水 其实多喝清水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帮助你排出水时的 茶呢 浓茶 浓咖啡都不适合 浓茶 浓咖啡都会加重 这个结石生成的几率 所以清水 还不记得 清水一杯 就是对这个肾结石 就是经常 所以我们对于肾结石的病人 经常让他喝水 这样的话他就在结石还是结晶的时候 就可以排出来 这样可以减少他成型的几率 再有一个 其实就是平时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我知道广东人很喜欢煲田冠草 对吧 田冠草来煲汤 田冠草其实它也是一个 利尿通灵的去结石的一个方子 去结石的一个方子 还有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方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用点 黄芹加金钱草 黄芹加金钱草来煲水 那么它这个方子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根据这个人的体质 情况来调节它的用量 比如说我是热底的 那我就黄芹少一点 金钱草多一点 我是含底的 我就北芹多一点 金钱草少一点 如果我觉得我不含不热 那两个一样的量 包了以后就来当水喝 这个功效是什么 也是定尿 它这个就是益气排石通灵 特别是尿酸高的人 其实可以喝一喝这个汤 对 就是经常尿酸高 反复长结石的人 就是定期的 特别是像现在炎热的天气的时候 适当的就是你每周包个一次 这样来喝一点 把它当水喝 就会对它有一些帮助 那么今天呢 除了讲到这个食疗方之外 我知道毛教授都带了一些 秋季的养生工 准备教给我们 现场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不如给我们示范一下 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 两个就是这个养生工 是中医当中 原来就是很古老的一个 比如扣持 扣持以后还要配合一个 吞筋 就是吞这个 口水 口水 那么就是 古人叫一个扣持 吞筋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 长生之道的一个方法 也很简单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 你可以双目未避 然后上下持 轻轻的扣击 扣击之后呢 可以慢慢的逐渐 加强它的强度 就是慢慢慢慢 上下持扣动 慢慢增加它的强度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是每天做 三十六次到一百次 就是根据你的时间来 那么扣持完了之后呢 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把我们那个 舌尖顶到上额 然后 把嘴微微的闭上 过一会儿你会有什么感觉 会觉得有这个 口水 口水慢慢会就是充满了这个口腔 口水慢慢充满了口腔以后呢 我们这个就叫金金玉叶 终于把这个充满口腔的这个叫金金玉叶 那么这时候你就分山口慢慢的往下咽下去 咽下去的时候一直要用这个意念把它引到 就是说它进入了丹田 也就是我们旗下的两寸这个位置 分三次咽下去 那么反复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古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口腔当中这个金金玉叶 它是可以滋养五脏的 可以滋养五脏 然后就可以填补圣经的 就像润滑油一样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长期的这样做呢 其实就对于一些 比如说我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口干烟灶啊 或者会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肾虚不足的这些人呢 其实会有一些好处 这个就是可以做到这里就做的一个动作 那么除了扣齿吞樽液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都是比较有效的 那么都请教授和我们示范一下 下面这个动作呢 主要就是一个叫按摩肾疏和命门 其实我们命门的位置很好找 就是在它这个基柱的这个正中间 然后在我们那个第二腰椎的位置 第二腰椎怎么找呢 就是一般我们系皮带的这个位置 系皮带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位置呢 或者你觉得我说我皮带会高会低怎么办呢 就是对着前面肚脐的位置 跟肚脐一样高 跟肚脐一样高的 那个腰椎的这个正中间呢 就是叫命门穴 那么从它这个命门穴 往左往右各开 就是各离开两个手指的这个位置 大概1.5寸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肾疏穴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动作就很简单 你找到这个命门和肾疏穴之后呢 就把自己的手扶到这个肾疏穴上 然后这个中指呢 是顶到这个命门 命门这个位置 然后就上下的戳动 上下的戳动 就是一直把它这个 用点力 然后上下的这种 上下这样按摩 按摩之后呢 一直按摩到它这个位置 会觉得发热为止 这个功能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按摩呢 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就是 温慎强腰的一个作用 大概我们一般就是每次就是 100下左右 那么你就要稍微用大点力 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呢 就是说可以就衣服穿得薄一点以后 把它这个地方按摩到它发热为止 好 谢谢毛教授 也都谢谢三位嘉宾 身状的而且确是我们身体 很重要的一个疏瘤来的 千万不要被它在任何一个环子 卡住了 正如你所说 真是生不如死 抹通就财痛吧 好, 谢谢你关注今期的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纷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下个星期 我们请来广东省中医院 大骨科主任林定昆 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防止关节炎和肩颈痛 骨关节炎和风湿 以及内风湿关节炎 有什么不同呢 而世界铁碧王和亚洲小姐 都会到现场 现身讲出自己的 慢性疼痛烦恼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慢性疼痛 健康100分 和你不见不散